而大选当前马总统的竞选总部 台湾加油站执行长金普聪 明天就要代表马总统出发到美国访问 今天难得轻松一下 带着太太周慧婷一起上节目 他不但是学模仿节目的桥段 跟主持人王伟中一边跑步一边机智问答 两个人还不忘互亏对方 金普聪说对手作弊 王伟中也回呛说都是学国民党的 一身运动打扮金普聪带着太太周慧婷上节目 跟主持人一边跑步一边玩机智问答 不过仔细一看也没有觉得很眼熟 民进党就是这么爱吐槽 要说运动就是没有胆量跟中共枪 没错都是在跑步机上斗嘴 两旁都有美女助理 原本只是模仿节目的搞笑桥段 现在本尊亲自来体验一下 不过一边跑步一边动脑 还得一边斗嘴 实在不简单 向来口才西地的金小刀 当场被吐槽 也只能摸摸鼻子认了 上节目不谈政治难得轻松一下 不过一下的节目 还是逃不过最火热的危机解密话题 AIT报告说他在党内的人缘不好 他是用一个问号 现在已经隔了两年多 在这段时间我有机会跟他互动 我相信他那时候心中的一些问号 到现在应该有答案 他对我应该会有不同的想法 面对危机解密引发的党内风暴 金普聪轻轻带过 免得一个不小心又火上加油 明日喜欢 drink 吕威洋 Tap dominant 吕威洋 李子 equal